改造漁房的第二天 我居然抓到了奶茶雷龙 这口草钢荒废的得有一个多月了 里面密密麻麻的 还有了很多的残留物 今天咱们就来清理一下看看 这口钢中还有哪些生物的存在 从这个钢的钢壁上不难看出 它当年是的辉煌重度是多么的高 来吧 说干就干 先把里面的这些沉木给它拿出来 当初特意找的一些形状比较好的木头 沉木弄完就干这些青龙石了 还有就是这些烂掉的水草 不过看它们这个根系 感觉还有生物的可能 所以留着几颗回头做个原生钢放进去 这个钢底可真是够酸爽的 玩草钢还是得用好的水草泥 快两年了还没有粉花 看看兄弟们 我这里发现啥了 厉害吧 居然才从里面挖出了一个河棒 这里还有一条瓷掉的小井里 来 给咱们的大饿龟加个小零食 这战斗力不错不错 这里面还有一条活的 哟 还挺活跃的 小样的 哪里跑 给我乖乖的过来 好吧 不想跟我走拉倒 懂得最后再给你掏出来 哟 兄弟们 看看 我发现了什么 好家伙 没想到你居然在这里呀 天呐 我都忘了家里还有这个主了 一只变异的大螃蟹 一会再抓它 先把这些小井里给放进去 我再看看这泥里还有什么好东西 没想到呀 没想到 这绝对是意外之喜 这个螃蟹可有故事 回头可给你给你们好好讲讲 哪来不你呀 这边又发现了一条井里面 没想到当初重迁的井里 现在就剩这俩了 为了能够更方便的丘里缸中的杂物 先把里面的这些脏水给它咬出来 然后再用铁照里 把水槽泥给它掏出来 瞧见没有 又发现了一个新屋中泥丘 妈呀 这一个小小的草钢 里面是藏了多少的好东西 这可是个好东西 用的时候找不到 不断地收好 我去 大哥 不是吧 娃娃鱼 不对 雷龙 天呐 真凶 这个草钢里居然还能捡到雷龙鱼 这也太传奇了吧 我都忘了这是啥时候给放进去的了 现在要抓捕的 就是这个家伙了 这可是这很馋 光他的这俩大钱的 感觉就跟受到核废水污染变异似的 要是被这家伙给拦上一下 我估计出血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还有就是这个泥秀 也送给大哥龟吧